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人 原老 老演员了 很了不起的一位相声艺术家 刚才是鸡鹤舞给大家说了一段三国演义 叫张松出世 人名叫张松献徒 因为到最后这个张松四人才出现 他不是说一次就完了 下回还接着说 所以说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 有一个长篇的发的会儿叫张广泰回家 这个书呢 现在也有很多人说 很多人也报张广泰出世 他不报回家 因为从出世到出世当中还有漫长的过程 连不上 所以就报出世 他这段啊 是下了很多功夫 像这个袁阔成老先生啊 连力如老女士啊 这些的老演员还听了不少 确实下功夫 说三国说的好的 老前辈有这么几位 首先来说最年轻的可能就得算是袁阔成先生 袁三国 天津的江存瑞先生 江三国 还有一位过去多年的连过如先生 是连力如女士的父亲 连三国 说的都好 只可惜现在就袁先生还见待 还有比较晚整的三国演义的评书录音和录像 这算比较难得的 江先生 江存瑞先生也有 也有这个录音 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曾经播过 但是有的时候网友啊 同期录制录音 录完音呢 往网上发 导致天津电台的编辑们呢 就不给播了 好像播了一百多回吧 后来就始终没给播 有权的 应该在三百回左右 还有连阔如的三国 现在连阔如 大家常听评书的 对老先生熟悉的 可能是个连阔如这个人 很了不起的一个人 有一本书 江湖从谈 那是连阔如先生的作品 著作 也有一小撮群众认为这书不是袁阔成写的 不是连阔如写的 也有这样的说法 提到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书中涉及的事情 以他的笔名云游客的身份 他本身赶不上他的岁数 再有一个他里边多次提到连阔如顿号 云游客顿号等等类似的把他租起并列起来 这种情况 另外还有这里边说连阔如不好的话 这里边都有 由此判断这书不是连阔如所作 有这么一些人有这个想法 但是不代表绝大多数 大多数都是觉得是连阔如先生的创作 江湖从谈这个书就揭示了很多江湖黑幕 唐话术语 里边有很多的骗人的把戏 什么这个 什么叫生意 金皮彩瓜 评团调流 八大生意 说的是这些 这位老先生说三国说的好 为什么要说这句事 现在连阔如先生的三国录音只有这么一段 很小的一段叫圆门涉及 口号很慢 吕布吕凤仙 圆门涉及 就是口号大家可能有听过 唯一找到的就是这一段关于三国的录音 但是据我一个朋友在天津台工作 人叫邱英俊 他说天津电台大库里边曾经翻译了 三国演艺评述不多 大概有这么几十回连续的 演播者的名字署名连润如 写的错别字 其实就是连阔如 当时因为连润如都存成这个连润如了 所以一直认为是连润如说的这个 不是连阔如 所以连阔如只有那一段 很短的那段圆门设计 他还有长篇的 后来一问老先生没有连润如这个人 一放一听就是连阔如 这几段录音能不能拿出来 现在也不好说 老先生被损失的东西太多 包括相声 马三立张庆森在天津广播取义团 每天说相声都要同期录音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一面墙的录音资料集中销毁 那不少了 他不是故意的 是故意的 不是无意的 集中销毁 毁了很多宝贵的财富 所以说这令我们晚上后辈啊 痛心不疑 没有办法 拉回来说单这个书 无数到东京 从六月份开书到今天八月六号了 两个来月了 其实也没说多少 因为什么呢 我们这个进度确实有点慢啊 因为这个三个星期才能说两天 一天说一个小时左右 两天的就是两个小时 尽量的吧 从今天开始啊 我给大家能够把这速度快一点 少翻阳子 这是我能做到的一点啊 原来为什么我想多翻点阳 就把上回说的多给大家重复重复 因为第一格子时间比较长 第二个呢 很多新观众啊 上回没有来 要不说点的 恐怕接不上 咱们还说 简单的说一点啊 给他带回去就可以了 上文书咱们说到 那个小节目叫做三吃鱼 对吧 可能还有记者的朋友 三吃鱼 又叫白玉堂三世严查散 白玉堂 以他的外号当作化名 锦毛鼠白玉堂 改名为金茂书 金公子 装的是南方人的口音 是这个严查散 到底是不是意气之事 因为他跟他不认识 对一个素不相识的人 能够帮助到什么程度 考验考验他 没想到 严查散做得真不错 荡荡来帮助这位不认识的穷朋友 白玉堂 白玉堂心里很满意 最后一次 命底下的下人 带了很多刺激的服装 他把衣服都当了 搬家皮面上 买了一匹高头大马 额外给了无数的银子 把口音也变回来了 他就为了试一试他 他不是那的口音 交回了严查散 这严查散很高兴啊 结识的这么一个朋友 还和白玉堂拜了一蒙把兄弟 他那个书童雨墨 见着白玉堂 喊二爷 金二爷 因为他知道他姓金叫金茂疏 不知道他是白玉堂 整个这部书管白玉堂 都叫白五爷 因为他行五 五鼠当中他行五最小 只有雨墨管的叫二爷 他和严公子是八百结交的弟兄 管的喊二爷 骑着高头大马 安颤鲜明 拿着给的这些个东西 换好了衣服 打点着行囊包裹 把这书也都赎回来了 带着小雨墨 直接购奔他的姑姑姑父家 相复献双星桥柳家 书中代言他的姑父姓柳 名叫柳红 家里的有钱 不浓为生 但是挺有钱 条件好 早年间娶妻严氏 就是这个颜茶伞的亲姑姑 但是没过些年 颜氏死了 死了之后又叙取一房 冯氏 俩点一个马 那个冯 冯氏 冯氏大奶奶 跟这个柳红柳元 大家注意 一个原来是姑姑 一个是后续的后姑姑 这俩人跟颜茶伞都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 当初啊 小的时候 颜茶伞跟这个柳红的女儿 姓柳明焕柳金蝉 定过一门娃娃亲 这回为什么要上祥府县双星桥来找他 就是因为上京档考 无处住宿 到柳家 那是他姑姑和姑父 能不管他吃管他住吗 一直管到他上京赶了考 得众与否 那是后花 而且要和小姐柳金蝉 进行完婚 拿着婚书合同来的 小时候有这个娃娃亲 过去讲究姑表亲 背背亲 这叫亲上家亲 砸舌了骨头连着亲 现在叫近亲结婚 真的 近亲结婚呢 容易产生染色体的变异 好 具体就不要讲了 那是另外一门课 来找柳金蝉小姐了 可是柳红这个人呢 贤贫爱妇 他文清人言 说严家已经败落了 严家的老父亲原来当官 后来卸了任了 家里他连招三把天火 烧了一个片瓦无存 败家了 原来有钱 咱俩怎么都好 罚了亲也行 现在没钱了 没落了 本来就贤贫爱妇 他就想断了这本钱 可是你说不出来 没有借口 不能说过去 你家富现在你家穷 那不行 怎么办 从中作梗的人 就是他后续的这位冯氏大奶奶 他老憋着把他自己的侄儿 姓冯叫冯君恒 把他跟这个小姐柳金蝉 让他们搬 可是这个冯君恒这个人呢 一 长得难堪 二 财学根本就没有 这个条件跟严查散严公子怎么比 严查散换好了新衣服 那是一表人才 相貌堂堂 这位冯君恒 七分不像人八分道像鬼 人不人鬼不鬼 半截要是有两只胳膊 两条腿 两个肩膀 脱了个脑袋 脑袋上边 连着个嘴 你说这个母親 这个形象 这个气势 这个谈吐 跟严查散没法相提议论 哎 可是他姑姑跟这个柳红结了婚了 他算柳红的内侄 你知道吗 这回更好说了 这连近亲都不算了 后的 打算把冯君恒 许跟这个柳金蝉结婚 严查散不知道 到这儿这么一看 一看家里头 姑姑家里的确实很阔 大户人家 可是底下人 来给柳红 柳老园外送信 说您哪 有一门亲戚造反 是您哪 原来的那职 严氏大奶奶的职子 姓严兵 叫严查散 他来了 柳红老园外一听 严查散来了 这是他家败落了 现在什么样 不知道 问问这位底下人 什么答案 哼 答案可讲究 好叫穿着带着 我看比您过 有钱 骑那个马 还跟着书童呢 你想想 没钱带着起书童吗 常言说的好 穷文富武 念书人 有钱的不多 他可算个有钱人 带着书童 骑着高头大马 后边那个 垛子上的衣服 可是不少 据我看单家平面全有 柳红心的纳闷 不是说败家了吗 这怎么回事 要真是误传 家里条件不错的话 我就不能毁了这门亲的 民族我们这贤贫爱负劲 好吧 让他进来见我 是 一些人带着严查散 就来拜见他姑父 姑父大人在上 严查散拜见姑父 起来 起来之后一看呢 果不其然 相貌堂堂 一见书生 好 你来找我 有何公干 没有公干 完全是私情 我呀 是您那只 他姑姑死了 他不知道 我是您那只 小的时候 我和您的小姐柳金禅 有过婚书合同 我上这来 一是投靠您家里边 我要赶考 第二 我准备和小姐完婚 姑父大人您看 意下如何 那合同拿来我看看吧 当初立的合同 看的时候改了 拿过来一看 就是当年 那份婚书 另外我的母亲 还给您捎了一封书信 好 拿来我看 打开书信 闪二目定 金关桥 这柳红的心 可就凉了 为什么 书信里写得很明确 家里的确实败落 这次严查散 上京赶考 没有路费 找他的一个朋友 姓金叫金帝正 借的这么几十两名字 书红语默 是人家的 借给我们的 这是完全是朋友交情 家里确实败落 至于现在 为什么穿得这么好 路上是不是有人救他 柳红可不知道 一看这封书信 那是退婚的心思一决 这衣服不定哪来的呢 也许是墙的 这边亲自不能答应 走了 先安排休息休息吧 将那边屋去休息 按下这边暂且不提 这边冯氏大奶 他可知道 严查散来了 严查散就是要和 柳金蟬完婚的人 接着门缝一看 这小伙子很了不起 相貌堂堂 一看就是书生 有文化 有气质 修养很高 一看自己那职子 跟癞蛤蟆仿佛 这一天上一地下呀 这哪受得了啊 那个说 一个好看 一个难看 站在一块 什么样啊 体现不出来 不直观 你好吧 您回家上网啊 搜索那个郭德纲 给我捧门那照片 您就看出来了 就那也那样啊 不好看 这怎么办 我得从中作梗 把这门牵牵 给他搅和黄 让我这个侄儿 冯真衡 和小姐完婚 在柳红那 不定说多少坏话了啊 说这严查散 怎么怎么讨厌 怎么怎么缺德 办了什么不是人的事了 给他造谣 无限 可这不是冯君衡 也值得信 冯氏大奶奶 是个姑姑 第一时间 把严查散 来了这事 就告诉他了 告诉那丫子 人家的猪可来了 你琢磨琢磨 你是化货妆啊 你是来趟韩国啊 整整容 把您这个尊容 这个形象调理调理 我看你这个意思 不如人家大脚趾的盖好看 太难看了 你整理整理 你这个老爷子老太太 怎么传着你 手艺太差 好好试试试 这位冯真衡 轻说这个信了 他能不恨这个严公子吗 他也恨 他就想在小姐跟前表现表现 或者在这个严查散跟前表现表现 现在的话 别看你长得漂亮 论财学 你还不一定比我高多少 你说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劲 有他这母亲 还跟人家比财学 他哪值得 他不是了 无知者无畏 这边呢 这话比较乱啊 因为人头多 一个人只能同时说一件事 小姐柳金蝉这位也知道了 知道严查散来了 底下的丫鬟 秀红大人 说小姐 你小时候有一个麻烦亲对 对呀 他叫什么名字 严查散 那就对了 现在这个严公子上下来了 一说这话 小姐心里高兴 一直啊 知道这个严公子是他的小时候定的亲 可是好多年没见了 不知道现在什么样 什么样 漂亮啊 太漂亮了 那真是人中的豪杰 美男子 好看极了 那好 那好 但是小姐 我可听说 给您续的这位继母啊 要把他的侄儿冯君恒 要跟您往一块儿 串着串着 我看这冯君恒 比那个严查散 那可一天上一地下 就好比是 郭达刚见了高峰一样 那不行 那实在有点困难户 老老兵穷了 那那行 不不行不行 他要是把冯君恒 跟您说成了 我们脸上都不好看 哎呦 那怎么办呢 我还是愿意跟严查散 我知道 这么办 您听我的 您给他呀 写一个纸条 什么意思呢 我看现在 老元代的意思 不打算收留严重者 没关系 您是小姐 您家里有私房钱 这话我不知道 当说不当说 我可说了 您写一个条 拿出一部分钱来 我呀 交给这个严重者 让他在外边 找个地方住 找个地方吃 只要熬到了赶考 他这个学生 我不头都不重 重了之后 一官半职呢 是绝对手拿把钻 跑不了 升官必然能够发财 到那个时候 再让他回来找您 这期间这个阶段 您可咬住牙 可别跟这个冯君恒 写一个条 我交给他 后花园呢 半夜 见见面 您把这东西交给他 然后让他找个地方住 等他得了官了 回来再接您 怎么样 小姐也是一时猛住了 这事不能干 常听平戏的 你熟悉 平戏里边都是这类情节 平戏我总结 就是八个字 八哪八个字 公子遭难 小姐养汗 这主意一般都是压婚出 出完这主意 小姐一时猛入了 好好好 我给他写个条 写了一个条 写条不带字出多少 意思表达得很明确 今天夜内此时 在后花园内 我要与你严公子见面 我这是你来 写了这么一个条 交给了秀红 秀红啊 要泽姬交给这个严查伞 他不能名不张胆的 严公子 小姐给你写个条 那还了得 柳红跟那个后媳妇 就盯着这事 不干 那边呢 冯军红知的严查伞来的 他要试一试严查伞 有没有真财实学 他也来 打听好了 严查伞住的那屋 推门就近 为什么呢 他跟着这个 冯氏大奶奶啊 还有柳公子 时间长一些 严查伞出来 乍到 虽然说小时候有娃娃心 二十来年没见面 他熟 冯军衡 推门就近 哎呀 我说啊 您就是那位 严公子啊 严查伞心的话 这位谁啊 你推门就近呢 啊 那不错 小声严查伞 您 贵姓是 啊 不敢 建姓冯 不敢建姓冯的 我会这套啊 怎么称呼 冯军衡 您是 干什么的 干什么的 我跟你说吧 柳虎你知道吗 我知道那是我姑父 你姑姑是谁 我姑姑呢 还用问呢 我姑姑就是她媳妇 严氏 错了 严氏 早就死了 现在你姑姑是我姑姑 我姑姑也是你姑姑 你姑姑是我姑姑 我姑姑是你姑姑 你姑父是我姑姑 我姑姑是你姑姑 你明白吗 我不明白 我全糊涂了 什么乱七八糟 一句话就明白 严氏 大奶奶死了 现在柳虹旭娶了一房 叫做冯氏 乃是我的姑姑 明白了吗 这回到冯氏 自己姑姑死了 严氏 心中一揪 姑姑死了 姑姑不是自己人啊 接着一场 没关系了 都知道你来了 我特意来看看你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严氏 严氏 一抱拳 念之二 哦 念之二 什么意思啊 严氏 心里话 什么毛病 不明鸟什么呀 二十二岁 念者为二十 知二为二岁 哦 念之二 好 你今年 多大年龄 不高 你说我 念之有一了 二十一 比他小一岁 怎么说 您是哥哥 不客气 兄弟 都知道年公子 您的学问很好 文化很高 我也不知道 到底是真的呢 还是嬉笑之词 这话出来就有毛病 这是抬着杠来的 都说你有学问 到底是真的假的 那是他人的奉承 你也别客气了 我平时呢 也好奇一些个文墨消遣 没事看见什么 总要急紧生情 我要做一首诗 或者写一幅对联 那天吧 我在这个湖边之上 不要说 不是他人 正然游走 就看见湖边上啊 有一群鹅 我一看见这群鹅呀 当时我的寿司 像他 您做了一首诗 做诗上的剑 来说给您 想做诗啊 我就写着两句 一般来说 这诗都是四句 一般来说 四句或者八句 我就写两句 后两句 一直没想好 这会儿嘛 听说你有学问 能不能帮我 训上两句呀 您说来一听 好吧 我看见一群鹅 我这两句 你可注意啊 你要不懂的话 你举手啊 远看一群鹅 二一句 见人就下河 严查咱享乐 没好意思 直吭吃 听那话 这叫什么怀音 远看一群鹅 见人就下河 这叫诗啊 要狗呢 远看一群狗 见人跑着走 这不胡来吗 这不是 你能给我配上两句吗 那咱心的话 我真懒得理你 我说人家家的地盘啊 这玩意 哎 于兄 狗鬼絮雕 还得客气 拿狗里面絮雕 于兄 狗鬼絮雕 什么意思 就是客气客气 不要打你了 头两句怎么说的 远看一群鹅 见人就下河 行了 上口 活了 我给你续上两句 白毛分绿水 红掌 荡 青波 好 那就说 你说书的也净胡说 白毛浮绿水 红掌 波 青波 这小朋友都知道 不是那么回事 人家那个跟这个 是两码事 不是一码事 白毛 鹅是白毛的 白毛分绿水 红掌 荡 青波 好 你这两句 比我那两句还好 然后没修没造 我还有两句 因为那天我走在马路边啊 探见一棵树 人家告我呀 是皮革树 我也看这皮革树可说错 写了两句诗 后两句呢 始终没想好 我大肯把这皮革树这两句啊 续得额后那两句 不好听 还是分着说吧 这两句啊 一棵皮分树 长着两个叉 你给我取两句吧 人家的金花还不如那 那头两句还合折呢 没见两折都没有 一棵皮分树长着两个叉 好 听你的 未接黄金果掀开白绿花 好 比我那还好 这不是废话 当然比你那个好 你还真有点穴子 有两个 俩人就在这聊着聊着天 说着说着话 颜查坦根本就讨厌透了 这东京好了 多看一眼都反弹了 但没办法 他的地盘他就裹了 没有辙 懒得理他 回过神 在那个时候念书的人 跟我们说线 说书的人一样 手里离不开扇子 颜查坦和红青横也不例外 老拿把扇子 颜查坦这扇子 让红青横瞧见 小号颜兄 手里拿着扇子呢 可不可以吗 拿过来我看看好不好 扇子定 不给都不合适 打开一瞧 一面是罐 一面是字 画的也好 写的也好 颜兄这个画和字是谁画的 谁写的呀 这才都是余兄所为 哎呀呀呀不简单 还会画画呢 这个鸡画的多好 单纯啊 什么眼神的 画得不错 哎我这也有一把扇子 我这有把扇子 可是有把扇子 素白的扇面 也没写呀 也没画 我想请颜兄 帮我画一画 行吗 这我没有的事 没事 我给你画扇面干 不爱搭理他 我实在是学业繁忙 看你别说那 说那个咱不就远了吗 咱都是自己人 什么学业繁忙不繁忙的 画画画 画好画赖都是啥 行不行 绝对我不挑 啊 你爱写点诗啊 写点诗 你不爱写诗啊 你就把那个大白鹅写上的也行 行不行啊 正在犹豫莫分着呢 外边进来一个人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丫鬟绣红 刚才不商人好了吗 给他写一个条 写完了 趁人不背啊 打算直接给这个严查伞 送到屋里头 推门整一看 冯军恒在这 这玩意不好办 真要冯军恒看见 这还了得 拿这个条啊 背过身去 拿身子挡着冯军恒 把这个条啊 偷偷的 就夹在他那书里头 当然了 严查伞看见他夹了 搁了一个条 他是这么想啊 挡着冯军恒啊 可是冯军恒不是死人呐 你挡着他 他会动啊 你这一背身 他知道有事 稍微往那边 一错步 他就看着 有贼心 闭有贼眼 他眼睛贼 给他瞧见了 书里夹了一小纸条 可不知道是他 杨树把纸条放这 一低头 他出去了 为什么一低头 他没想到冯军恒也在看 严查伞知道有个条 红军恒也知道有个条 两人谁也没看 正磨完这扇子呢 严查才乱搬 无奈好吧 那我就给你画上一幅画 你是要怪石啊 还是要这个人啊 只要不是黑扇面 什么都行 随便画 我就爱惜您这个画 到时候告诉我 严查伞画了 那才了的 好吧 把这个扇子留下吧 严查咱把 红真红这个扇子 可就留下了 插在自己的鼻桶里边 现在话多的 上毛房 有这么块工作啊 我给他画了就完了 好扇子留下了 你请便吧 我还得学习 别这样 扇子给你留下了 天晴热的 我没有扇子了 这么办行不行 把你那个扇子 先借给我使什么呀 等画好了 再把那扇子换回来 严查咱现在画 这不给画还不行了 给他吧 好吧 先拿去用吧 别弄弄坏了啊 我还有用呢 把扇子交给了冯军 冯军衡拿着扇子 走的时候 趁严查伞没注意 一回身 把书里夹这个纸条 撤出来了 塞在袖子里边 拿着扇子 二爷兄 回见 回见 拿着严查伞的扇子 拿着小姐柳金蝉 给严查伞写的那个条 他可就走了 走了之后 严查伞在屋里头啊 就找刚才那纸条 看着家书里 翻了半天没有 哎 这么话说的 哥书里 这没有啊 哎 心中没有推心事 不怕嘴 夜里来叫门 算了 算了 也许我看错了 即便写呢 也许就是 关心之词 小姐来送条不可能 只能是小姐委托 丫鬟来送 小姐是我的小时候的这么一个定的娃娃亲呢 他能说什么 对吧 算了 只到我没有桥店 不去理会 也就没管这个事儿 这边呢 冯薰衡出来这个屋 找个没人的地方把纸条打开一看 约到业内紫实后花园住赠金见面 给钱 这可不错 我来来吧 对不对 他既是娃娃亲 我听我母说 二十多年没见面 他也不知道什么模样 小姐即便他原来见过我 但是黑惊半叶的 他知的谁对谁啊 这个有便宜物站 大混蛋 我来的吧 这不是有终点吗 这不是有地址吗 到时候我就去 他可是想去 说话之间 夜市有时 到了此时啊 这个小姐跟这个丫鬟 两个人还得严谨 小姐您赶紧去啊 去给他送钱去 他就说我不能去呀 我是一个规格中人啊 我没事给他送钱去 传这些好说不好听 那怎么办呢 这说好了 传完条了您不去 这不拿人找乐吗 去去 我跟您一块去 他就说 哎呀 我实在是不能去 不太 哎 这么着秀风 你替我去 怎么样 哎 这钱我给你准备好了 你拿着这个包 你就说我让你去的 反正那主意 也是你给我出的 对不对 其中的事 调整写的话 你也都知道 你替我把这个钱交给他 等他万一考试中了之后 回来再找我 这不是一样 好吧 眼看快到时了 那时候人都会看月亮 看星星 变成终点 好吧 你把这包赶紧给我 别顾了终点 丫鬟秀风 拿着这个包 他就出零了小姐的秀号 来到了后花园 这冯军横打 下午四点就在这等着 他怕我故隆 圆圆的 看见来了一个 一看见模样 不是刘金蟬 这谁啊 仔细一看是那丫头 是个红 你看那块他干嘛脸 又一想得了 甭管小姐丫头 反正是个异性就算了 拿着钱不少 我挣一笔 还能占点便宜 走了亲两口什么的 所以王冯军就拽在小树林里 他就说拽小树林里干什么呢 那我就不知道 但是正真真是 没打听过这事 远远的小姐 派个丫鬟秀风了就来了 来了之后 这个红青红来了一个恶虎扑石 过去康康吉步 就冲着秀风过去 搂住了秀风 秀风一锁不对 烟茶散不能有这种行为 回头闪盖目定睛关交 虽然说是夜里头离得近 也能瞧见呢 呦 冯军衡 刚要喊没灯喊出来呢 冯军衡一看不好 这要喊出来才了得 有口也说不清 一不做二不休 也是一时心头起 一挥手照着秀红 脖子这儿 康昌就这一下 把他给掐死了 这叫银间故隐的 吓死了 丫鬟秀红 秀红一看 得了 已经死了 别冒气了 咣当躺了 哎 天后好 吃了 都不香了 死了 往那一躺 这冯军衡也吓傻了 严瞅的那包里边都是银两 别拿了 顾命了 蹭蹭蹭就跑出后花园 刚跑出去 没一会儿又回来了 为什么要回来 把严查伞给的那把扇子 可就扔在了压魂秀红的尸体旁边 同时把那张条 也扔在那 这就给严查伞啊 制造物证 上面有严查伞画的画 有严查伞提的诗 有严查伞的落牌 这个条也是小姐给严查伞写的 话说这么一声 他算逃之夭夭 走了 这丫鬟秀红的还真老实 你是没言语 天语不了的死了 这时呢 天还没亮 这此时发生的事 过了一个时辰 过了两个时辰 没人发现 为什么都睡觉了 半夜前没事 外面找死人来 没有 到了现在来说吧 四点钟左右 有一个人发现 谁呀 此人姓牛 叫牛三 一二三字三 叫牛三 他是这个 刘虎里边啊 一个花叫 一个花叫 啊 负责给他修建 修建花草啊 叫叫花啊 来干这么 早晨四点来中 干嘛呢 叫花 各位有会养花的朋友都知道 叫花啊 就得天亮以前 或者太阳落山以后 叫花 没有三五天下午两点半 浇花的 那水浇上去就开了 那花就死了 都是天亮之前 或者说是晚上 浇花 那水是凉的 这位呢 也是每天到这个终点啊 起来给浇花 后花园呢 那花肯定多呀 到这来浇花 拿脚啊 可就躺着这个 压魂秀红了 那日天还没完全亮呢 躺着之后 天后什么玩意 软软火火的 打着灯笼 这么一看 把这个花叫牛三 吓了一个胆裂浑飞 压魂秀红在这躺着 拿手一探脾气 是气绝身亡 死了 这事他不敢隐瞒 回来栽赃陷害 割我头上 说不清楚 那时候没有摄像头 更闹不清楚了 怎么办 有个摄像头 还定给砸了之后 办坏事呢 得了 赶紧禀报给了 刘老原外 老原外一听就杀了 大半夜的 丫鬟死在自己家的 后花园等 后花园怎么回事 赶紧去看看去 保护现场啊 各位很重要 第一是救人 第二就是保护现场 不能随时随地的破坏现场 把这现场保护好 刘老原外来了 来着这么一看 压魂秀红这躺着 旁边扔着一张纸条 一把扇子 把扇子拿起来 这么一看 落款 盐查伞 前面诗字写得再好 也没有用 落款是盐查伞 甭问盐查伞的善 一看那张纸条 小姐后花园给盐查伞赠金 派这个丫鬟来 甭问 准是银肩不云 把这个丫鬟给掐走了 可害怕 小姐在屋里 一宿都没敢出来 等这丫鬟 左等也不来 右等也不来 再等还没来 他不知道怎么回事 直听到白天这事 东窗事发 让人发现了 小姐这才明白 哎呦 秀红一宿没回来 原来是死了 盐查伞可不知道这事 各位 他还在屋里睡觉呢 这边柳红就把这个案子 报给了小府县的县主 书中案表 祥福县的县银 并不是一个藏官 还是一个清官 好官 他的思想上是好的 但是能力有限 好多案子他审不出来 但是他心不坏 派人派武作到这来验尸 那没有别的伤啊 折着证 掐子 谁 盐查伞 有何凭据 有他的直善为证 上面写着盐查伞的名字 这把扇子是他的 这个条 是小姐给他写的 甭问 二看丫头 长得秀美 银尖不云 掐子了他 好 盐查伞在那 坐在那屋 好吧 官人到那屋 邦邦邦一敲门 盐查伞刚起 起来之后 不留分说 花了嘎嘎 给锁上了 盐查伞都不知道哪的事 锁上之后 带到了降福县 再走了 降福县的县官 当时升堂神的 盐查伞 这路上他就琢磨 他聪明的念书人 秀红给我送了一条 送完条他死了 现在把我抓起来 甭问 那条上的东西 肯定跟他有关系 为什么呢 他走了之后 我找那条 我找不着了 找不着了 当时就冯君恒 在我这屋里头 他也就能略吃婴儿 这秀红可是小姐 柳金禅手里 下的样子 秀 到了降福县 甭管怎么问我 我就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 想好了 到降福县的县 你这么一生 一拍这个金堂舞 大胆的严查伞 抬起头来 罪名有罪 不敢抬头 抬头一关 把脑袋这么一抬 刚才咱说了 降福县的县 他不是一个藏官 一看这个模样 这个气度 不像能掐死人 的人呢 真的 各位这杀人犯 带模样啊 看得出来 不是说一般二般人 都是杀人犯 不是 为什么呢 有时候您看 那个马路上 有那个开车的朋友 查酒 不是都查 他也能看模样 有时候马路 有点查身份证 不是谁都查 看模样 可气的才查呢 不是全查 他带相 一看他这 不像是为非作歹之人呢 低头 眼尝咱把头又重 你是怎么杀人的 如实招来 没法招 你要是问我是不是我杀的 我可以承认 但是你问我怎么杀的 我哪知道 你瞎蒙 蒙错了怎么办 你说是捅死的 这又是勒死的 你这孩合不上龙门呢 他就想把这事认下 因为不认下 就会惊动了小姐 柳金蝉 跟小姐有关 他跟小姐 那等于说 把他亲呢 也算夫妻关系 他不忍心让小姐 这个场合 抛头露面 不忍心 我给忘了 这叫什么话 杀完人就忘了吗 你杀的是何人 据说是个丫头 什么叫据说 这个县官他是个清官呐 你看他这母样 据说是个丫头 他都不知道杀的人是谁 你总能是他干的吗 好吧 顶轴收监 押入班房 押入班房 要真是他杀的 应该押入死囚牢 押入班房 这个县官心里边也琢磨 这事到底是不是他干的 看样子不像 不是他干的 押进班房 当然了 押进班房 必然有人看守 没有人身自由 这边押着班房 小宇墨还跟着呢 宇墨就是这事啊 拿钱买通了 看押颜插散的人 他有钱吗 有钱 那位金公子 就是白玉堂啊 不是给他钱了吗 拿这个钱买通看押的人 到里面说 还押公子的 你怎么能够招任的呢 不是你杀的人呢 是不是我杀的 我要是不招任 就得把小姐柳金蝉 牵扯进来 我是于心不忍啊 能叫一人单 不叫二人喊 我来承担任的事 小姐柳金蝉 丫鬟秀红 也都是为了我呀 让坏人趁人之位 我不忍下来 心中有愧 那不行啊 您咱忍这个冤案 这可是人命啊 公子 这可不行 必须翻案 马上 现在就喊冤 翻案 我心中有数 不行呢 必须得乱乱 小孩 莫他着急 正跟严查伞着急呢 忽然感觉右肩上 有人拍了他一下 下意识回头一看 呦 二爷 原来是您 谁呀 金茂出 就是白玉堂 啊 怎么回事 小义莫就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 这么这么这么一段 咱就没必要重新说一遍了 那就有点讨厌 原原本本这个情况 怎么来给的这个条 怎么换的扇子 怎么一个情况 他都不知道 但是堂上 他招任了这人 是他干的 但是杀的可能是个丫头 这么说 好吧 那谁金公子 金二爷 你看这事怎么办 我们主人他冤了 好 别着急 我也知道他冤了 来 于莫 我问你一句话 为你们主人 我要让你干一件事 你敢不敢 敢哪 只要是为我们主人 您让我干什么我都敢 抛头